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明明脑对高家瑜也许 我猜也许是又爱又恨 有可能 不过你知道吗 这个蔡主席 蔡总统他对谁好或对谁不好 有没有偏心 有没有大小心 有没有大小心 其实都看得出来 像是这个人 最近也要选举了 在台中第二选举的补选 这个林静怡 就可以看出来 他得到这个 蔡总统关爱的眼神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昨天这个政国会的大阿哥 也就是林佳龙 还陪着他一起去拜票 那这个林静怡跟这个林佳龙 连媚出席的一个场合 当然有媒体去读访 那这个林佳龙就说 我要言欢和出来跟静怡 一对一辩论 辩论什么 辩论公投 林静怡还在旁边说 说来辩论 如果用英文也可以 所以很多人都说 林静怡看起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傲慢 或者是一个这个 看起来很像是上等人 把人分成好几等人 这样上等人的傲慢 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林静怡因为他是医生的身份 所以很多人都会问他说 你对于美猪 莱猪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那我们也来听听看 林静怡他对于莱猪这件事 他有他自己的解释 我们来听听看 你可以听到他对莱猪的看法 其他这么多国家都禁了 别人吃了也没有死掉 所以在反对什么 用这样来说服选民吗 我们再来看看蔡总统 奸臣在11月27号 跑去帮林静怡站台的那一天 他有特别讲到一句话 引起蛮多的讨论的 蔡总统说林静怡如果当选立委的话 我相信中二选区的生育率 一定会大大的提高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林静怡是副产科医师没有错 可是跟生育率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发言人谢佩芬今天出来讲话了 她说这应该是蔡总统的幽默 我觉得他这样转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硬 因为如果我们来看看林静怡 过去他2016年到2020年当立法委员 那五年台湾的生育率 其实是一直往下掉的 既然他完全没有挽救到生育率 那他现在到台中中的选区 如果他当上立委 他又怎么样能够来挽救生育率 我怎么想只能帮他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他之前在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他提过了一个想法 就是晚上10点之后直接限电 限电的话大家没事干 所以只好去生小孩 大概只有这一招 这是他当年提出来的 所以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你们要注意林静怡如果选上的话 台中第二选区 可能晚上10点以后就没有电 因为这是他促进你们生育率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来 任何一个理由他可以促进生育率 因为从蔡英文上任到现在 台湾的生育率就是这样直直滑落 蔡英文最成功的政策 就是他的扫紫化办公室 完全达到目标 让台湾直接扫紫化 直接殲灭台湾的人口 直接殲灭台湾的下一代 就是蔡英文正在干的好事不是吗 所以佩芬还说 她这个是蔡英文总统的幽默 这到底幽默在哪里 这听起来是很悲哀的 台湾已经在扫紫化 你总统根本五六年了 你拿不出任何一个解决办法 然后现在还在调侃我们 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你是真的觉得台中第二选区 都是笨蛋吗 那再来呢 我觉得这个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更奇怪 什么叫做要英文辩论 请问一下台中第二选区是 是美国的非地 还是人家的colonial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里头都是外国人吗 不然的话你讲英文 你到底要讲给谁听 我就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 用英文辩论 我不懂是怎样 因为你觉得自己英文很好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你要不要找马英九来辩论一下 看看你们两个谁英文比较好 英文好不好 根本就不是重点 其实林静怡那是什么心态 他认为他输读的可能比 言达很好 所以他就是瞧不起言达很好 说你看 不然我们哪比英文 就笑死人 我直接讲好不好 林静怡你基本你连中文都讲不好 你看你从以前当立委 到现在当候选人 你光讲中文你出才多少次 你中文都讲不好 还要跟人家讲什么英文 不是笑掉人家大哑吗 你看你自己举个例子 一举就错 随便举个例子随便错 你举印尼进口猪肉 印尼人有几个人吃猪肉 人家是伊斯兰国家 回教国家 所以人家根本不吃猪肉的嘛 所以他高一进就进来 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也不吃 你连国情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 就算我不知道你英文到底好不好 就算你英文 可能你显然没有国际观嘛 你连印尼是个什么国家 你当然都不知道嘛 所以当你连讲中文 都错误百错的时候 你去跟人家用英文什么辩论 我真的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 你现在已经满悲惨了 你知道 因为现在的候选人是周玉寇 你是他发言人 因为你每天在帮周玉寇解释 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是这样子吗 然后现在Coco姐 现在转移目标 把焦点注意在高家瑜身上 高家瑜这两天 声量可能就要超过你了 你不觉得这样很悲哀吗 所以你真的自己要好好努力啊 不要候选人当得这么边缘化 你还真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人 对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纳闷 尤其是这个访问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11月28号就是昨天 当林佳蓉提出来说 你可以跟严宽恒公开 一对一PK公投辩论 他讲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那怎么搞的 林静莹会回答说没有问题 用英文也可以 这是知识分子的傲慢吗 其实他流露出这样子的傲慢的态度 已经不止第一次了 过去其实讲到严宽恒 他经常都是用一种 很轻蔑的语气 黑道攻击他那是一回事 轻蔑或是看不起他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其实对很多当地的选民来说 也许他会觉得你是外来的人 那当然林静怡他自己又扣扣声声说 他从小就在这里读书 职业在那边当医生 所以他不是外来的人 可是这边插播一个讯息 就是依林静怡他签户口的时间 有可能在1月9号补选那一天 他也没有办法投下他自己的一票 他也没有办法投票给自己 因为他在籍时间不到6个月 也就是说当我们媒体很喜欢在投票 当天会去访问候选人 不是也要投下自己的一票 林静怡他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因为他是在很短的时间 把他的户籍迁到台中第二选区的 你不用担心到时候会是 陈伯伟去投票林静怡陪同 会有这样的画面 对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 待会你会提到的这个叫说 林佳龙先生他说 对方开始炒米粉了 好是不是有会选要查 这个我们先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会选 这个根据这个最高法院检察署 他们是有一个犯行例举 就是说有一些案例 比如说假借募款连移活动 或其他箱类理由 提供免费或致付额 与成本显不相当之餐饮或流水席 好提供餐饮可是下一页是什么 好他后面还有一个说 那炒米粉是不是 后面他就有提到说 提供民众适度的茶水 简便餐饮如一般饮料 简易性的炒米粉 便当贡玩汤等 米面制品或汤类是不构成会选的 所以这一些其实基本的提供给民众的 那是不会构成会选的 炒米粉 然后什么这个贡玩汤 包子是OK的 对 基本的 像刚刚高委员说 他们提供给这个肉包 这个都不会构成会选 其实你说那一天 那天当然现在严宽恒的阵营是说 那个不是他们提供的 那个是庙 他们是在庙口开讲 那庙方主动来提供给民众来吃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今天检查查就去查 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会选嫌疑 都可以去查 反正都已经有标准了 那是不是问题是 重点是林佳蓉他讲的是说 炒米粉 很抱歉 炒米粉是不属于会选的 这个范围 这是已经 我们的这个最高法院检察署 是已经定义的 那提到我们这个林静怡 我刚刚拼歌讲得很好 他的声量现在不极高 嘉宇委员 那连扣扣扣姐本来打颜佳 打得这个噼里啪啦的 结果现在是打高嘉宇 打得比颜佳还多 所以有时候你也不得不感慨 就是说这场补选 变得有点 不像传统的选举了 因为他变成是一个公投 现在民进党是全力用公投 来拉抬所谓的林静怡 所以你看辩论居然是辩论公投 不是辩论台中第二选区 位于这个地方选民的需求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所以现在民进党策略 就是用公投来拉抬林静怡 那林静怡 你说他用英文 我还以为说 那蔡英文也可以来辩论 用英文 对 英文也可以 那蔡英文 麻烦蔡总统一起来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今天蔡总统愿意 你不要说辩论 他愿意丢下他的读稿机 面对媒体也好 面对大众都是好事 是 我们讲到这个炒鱼粉 拿肉包 或是这些东西 到底够不够成会选 其实不是我们要讲的 是林家隆提出来的 因为在这个庙口开讲 这件事情 他说你要赶快去动起来 过去的绑装动员 可能涉及到会选 可是我们用同样的标准 来检释一下 这个地点是在民进党的高雄 林园公投说明会 那天晚上 其实就被很多朋友拍到 有这个双薯菜的便当 你可以看到这位大哥 他在一个一个 在发便当给在台下听讲的 这些民众 甚至也看到游览车也出动了 而在台中第二选区 这一场所谓的补选 应该是全台湾 大家都注目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说明会 也非常多 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布条 大家看一下 1月9号 腾熙 陈柏维 票投林静怡 立委补选说明会 可是柏维都威胁错了 先跟他讲错字 被我们捐出来 然后为什么是 腾熙 陈柏维 票投林静怡 这件事就是蛮奇特的 来 请佳瑜 当然就是说 我们活动也办非常的多 你说炒米粉这种 还有肉跟汤什么 其实这种选举造势的场合 办活动大家都常吃 所以炒米粉这个我觉得 几乎每个候选几乎都会有 所以说这个是会选 我觉得倒不至于 刚刚杨敏也讲得很清楚 会选的标准就是超过30元 通常他会用这个一般的认定 就是说市值等等去认定 然后人数多少 我是觉得说当然这个选举竞争 也非常的激烈 对于林静怡来讲 我相信他有很优秀的学经历 等等各方面 可以拿出很棒的这个证件 还有他过去在台中服务 他是妇产科医师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也是他跟炎宽 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优势 应该要尽快的把这些优势 展现出来 让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看到说 一个是在地然后长期20年的组织 经营的一个立委 他可能在问证的高度 或是过去执行的表现 可能不是大家所期待的 林静怡他其实也当过立委 他所在立委任内所做出来的这些政绩等等 我觉得是可以拿来做比较 这个比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那你说去讲这些什么炒米粉我干嘛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有点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觉得不需要去把话题 去带到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家庭林江龙他也选过立委 他选过好多次选举 他怎么会特别把炒米粉拿出来讲 难道他不是要炒米粉不构成会选吗 可能不只炒米粉 是不是有其他的情资 这个我们不清楚 其实以那个网红 他去现场吃 那个菜色是蛮多的 菜色蛮丰富的 他也有花枝丸 也有猪脚等等的 所以炎家也说这个跟我无关 那是庙方提供的 跟他没有关系